對不起 我因為私人事件影響了自己的判斷 我應該知道你不會無緣無故罵人 如果剛才我沒有發脾氣就走 我就可以第一時間跟你一起拘捕咪咪 你就不會受傷 我現在明白了 其實我們真的是兩個世界的人 我很感情勇士 也是因為這樣, 為你帶來很多煩惱 從今天開始, 我不會再煩你了 以後工作以外的事 我看到你, 我會掉頭走 你走左邊, 我會走右邊 你上車, 我會下車 但是…總之 我不會再給自己有機會 在你世界上 不是, 我想你誤會了 我走了, 別哭了 再見 再見 謝謝 我們來了保瑩姐姐家了 我們來了保瑩姐姐家了 走吧, 玩吧 好嗎 你怎麼樣 你平時捉賊也是這樣 不用睡頭喪氣 我真的忍不住想問 你是否喜歡如說 如其挖在心裡, 不如說出來 究竟是怎樣 我是很喜歡她 但我已經不知道我可以做些甚麼 雖然剛才你說你避開她 但是眼神騙不了人 我感覺到你還很喜歡她 其實我們之間已經發生了很多事 我不可以不去承認 我們是兩個世界的人 不是, 我覺得你們兩個很配 如果你們兩個真的在一起 應該是一個挺有趣的組合 你們兩個是否有誤會 余Sir平時對人比較冷靜 但還沒至於壞 可能她覺得我很煩 不會 她上次故意去現場 替你寄回我煩的特徵 其實她說得對 不是這樣嗎 我們根本就不配 表白了嗎 她是她做過我 但我覺得我們還有緣分 我不肯放棄 她就替我做了一個實驗 玩了一個緣分遊戲 結果怎樣 結果… 找到她寫了一字的紙袋 但找不到她的人 證明不了我們有緣分 你別這麼說 因為平時工作也會見面 這些就是緣分 說不定是會日救生情 我也以為 那次她主動幫我 代表我們還有緣分 你知不知道 那晚我們一群人去吃飯 我就跟自己說 我轉桌上面的轉盤 如果碟雞可以轉到余償面前 就證明我們有緣分 結果… 幫我扔掉它 這是什麼? 這是不是傳說中的紙袋嗎? 你想清楚了沒有? 我想問你, 你兩個這麼有趣的洋蔥 是做什麼事的呢? 我打算學一些韓劇 種一個男生、一個女生 放進水裡種 但不然種了很久, 就開始借了 所以你就把它放進泥裡 讓它長命一點嗎? 我上網看過 洋蔥可以種到花出來, 很漂亮 我也想嘗試種 不過我想種花跟感情一樣 不能勉強的, 好嗎? 導演 控告 控告 清醒了… 醫生, 我老公怎麼樣? 怎麼樣? 不好意思, 我們已經盡力了 不會, 千萬會扔下我 你救他一次, 你去救他 你去救他, 醫生, 你去救他 你去救他, 千萬… 好, 謝謝 大家準備出發 收到… 小姐是小美老公, 丁子劇 小姐是小姐, 你去救我 小美, 你在做甚麼 寶貝 我…我在做夢 小美, 師傅 我在這裡陪你 放心 師傅 彭小美 死者丁志強, 即是你的丈夫 在今天早上9時14分 經送院後不治 急症式的醫生發現他的眼睫膜 有點狀出血 懷疑死因是被辣死, 或者是窒息 我希望你可以配合調查 由現在開始, 你所說的話 我們都會記錄下 日後作為呈堂證供 麻煩你說說昨晚發生了甚麼事 昨晚我們好像平時一樣 12時多就上床睡覺 睡覺時有甚麼奇怪的事發生 沒有 我只記得昨晚有點冷 你睡覺時丁志強睡了嗎 你試試再想清楚 多明細也可以 我們會查出真相 是我 是我殺了我丈夫 你說詳細一點 我們不是你們想像中那麼恩愛的 在別人面前, 他對我很好 但你們不知道 只剩下我們兩個的時候 他就一天罵我毛仔先生 多麼難聽的話 我在他面前根本一點尊嚴也沒有 這個就是你的殺人動機 如果你不想錯過TVB的精彩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方的鐘仔, 訂閱吧